据说有个大聪明在躲避追杀时闯进一家炸鸡店 走投无路下将手枪丢进了热油锅里 结果子弹受热走火将歹徒变成了脆皮机 可烫嘴的滚油真的能引爆子弹里的火药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亚当和吉米来到了爆破试验场 并决定用粉丝的手枪进行油炸实验 首先他们用钢板搭建了一个油锅 而为了避免实验的时候变成脆皮机 亚当制作了一个升降装置 这样就能以远程控制的方式将手枪放进油锅中 之后吉米往里面倒满不要钱的菜籽油 同时也在油锅里放入了温度传感器 通过显示器就能显示热油的温度 等亚当将手枪上膛之后 吉米点燃了油锅下的火炉 然后所有人躲在掩体后面 随着加热时间越来越长 锅内的油温也越来越高 很快传感器显示已经达到了200摄氏度 而这刚好是做炸鸡的最佳油温 于是吉米关闭了火炉的开关 紧接着亚当拉下绳索将手枪放进了油锅中 可这时手枪并没有发生走火 并且在几分钟后依然没有任何反应 但就在所有人对实验感到失望的时候 突然的一声枪响让锅里的滚油瞬间喷溅了出来 如果此时有个幸运刚好就在周围 估计只差一撮自然粉了 可见热油真的能让手枪走火 而为了找到激发子弹的最低油温 他们重新开始了测试 而不同的是这次手枪需要冷油下锅 让子弹连同油锅一同被加热 当油温达到170摄氏度时 手枪再次发生了走火 显然滚烫的热油是能引爆子弹里的火药 那么如果直接将子弹放进火堆中加热 又会不会向周围发射呢 下面锦里打造了一个遥控汽车 因为汽车前面的车斗能安全地将子弹丢进火堆 而亚当则制作了弹道测试棚 他将裁剪好的12块木板围绕在金属支架上 实验时火堆会放在中间 当火中的子弹被激发之后 就能在木板上留下弹痕 然后通过弹痕的情况就能判断子弹的杀伤力 接下来他们来到爆炸实验场 两人就地取材捡了一些干柴 并且在地上升起了火堆 为了避免实验时被激发的子弹乱枪打死 他们用防弹玻璃搭建了一个安全屋 下面亚当把粉丝提供的子弹倒入车斗中 而这其中包含了不同大小的口径 等工作人员将测试棚架设好之后 吉尼开始启动遥控车靠近火堆 此时的温度高达上千度 那么子弹丢进去到底会不会被激发了 当小车倾倒后还没来得及撤退 子弹就如同鞭炮一样开始爆炸 等爆炸逐渐平息之后 两人顶着防弹玻璃上前查看 同时用水枪熄灭了火势 这时他们发现还有少量子弹没有被引爆 但从木板上的弹着点可以肯定的是 子弹爆炸所发射出来的仅仅是较轻的弹壳 虽然它并不足以造成致命伤害 但从弹孔的深度可以知道 如果哪个幸运不幸被它击中 肯定会有一点点疼 本次实验非常危险 请大家千万不要模仿